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磨茧子的磨刀的金柜 这个金柜是铁片穿成一片 然后一打就嗡嗡嗡的响 就这种的摇动作声 就让你知道说好 磨刀的磨茧子的来了 还有什么算命的忙人 瞎子 他们吹着短笠的声音 你发现在这个胡同里面 全部声音都是什么样的感觉的 都是生活气息的 充满了生活气息 而且非常的讲规矩有文化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如果说在一个胡同里面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大家都是什么样的 如果真的来了剃头的 他就会吆喝剃头了 来了这个磨剪子了 磨剪子了 磨枪菜刀了 就这种吆喝的 这个算命的可能吆喝算命了 但是你会发现在北京的胡同的文化传统当中 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规矩 这就是北京的生活气息 加上方正感 规矩感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 你不用吆喝 你是个剃头的 你就这么一操 大家就知道你来剃头了 对吧 你是个磨剪子磨刀的 你就这么的一打这个板就知道了 你是个算命的 你一吹这个小笛子 大家就知道你来了 你看这就是北京胡同的文化感 这个东西一定是怎么来的 约定俗成的 一定是有大量的时间 这样不断的流传下来的 对不对 这个就叫文化的沉淀 这个文化不是说读书才叫文化 而是说因为历史悠久 因为约定俗成 因为有规矩 有制度 有讲究 所以叫有文化 我们今天有的人 虽然读书多 但是没文化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你只是认了些字 但是其实你自己没有建立这个规矩感 没有这个厚重的历史的东西的积淀 对吧 那这个北京的胡同虽然说跟十字没什么关系 你个剃头的也好 磨剪子的也好 你这个算命的也好 其实跟十字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大家仍然有一种很厚重的文化感 这个就叫胡同的文化 他说这些胡同的声音呢 不但不显得喧闹 反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因为除了这个声音没别的事 对吧 这个就有点像是王伟写的那个诗 缠造林玉镜 鸟鸣山更幽 对吧 在这个胡同当中 除了这种很自觉的 来这个划个剃头挑子的 划个换头的 这个打个金龟的 吹个短笛的 其他的声音 你几乎都听不到 那说明这个胡同里边 其实家家户户都在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是不是 就没有什么吵闹的东西 没有什么喧闹的东西 自得其乐 非常的安静 所以这个胡同里边有一种感觉 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 就大家在这个小小的胡同里面 每家每户 各家人都生活的非常的安定 安宁和开心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的 胡同两边是若干的四合院连接起来的 这两头是各种四合院 说这个胡同四合院的是北京市民居住的方式 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 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胡同跟四合院的关系 前面我们讲到胡同的特点是 有文化感 有生活气息 很方正讲规矩 对不对 那四合院呢 一般来说 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那接下来他一定会讲到四合院 后边就说这个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他说这个胡同的两头是四合院 四合院是什么特点 又是方方正正的 对不对 同时这是个胡同 这两边是四合院 这个文化叫封闭的文化 大家想明白什么叫封闭的文化 就是不太需要到处的跑来跑去 也不是很开放的 今天住这儿 明天住那儿 他说住在胡同里边的人 大多数都是安土种迁的 这个跟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子 为什么西方人是那个样子 那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农耕文明 对吧 我们传统都是种地的 那传统种地的 你会不会说今天我在这儿种 明天我明天跑那儿种去 不会的 你只要这个地方能种出来 你年年代代 祖祖辈辈都在这儿种 大家都不愿意搬家 但是西方的 欧洲的很多时候不是这样 西方的是一个海洋文化 对不对 它是打鱼的 它有时候跟这个天气 跟这个地形 随时随地可能会有变化 所以它不停的要去新的地方 但是中国人就是安土中迁 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 对吧 因为我就这么块地 我也不抢你的 你也别来抢我的 我特别爱好和平 西方人不是 西方人是我这地方打不了鱼了 我去别的地方抢 对吧 我这地方打不了兔子了 我去别的地方抢 我管你是哪儿的 所以西方的殖民文化就比较重 所有这些东西就是文化的来源 那后面他讲到说 这个北京的胡同也是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叫封闭文化 安土中迁 不愿意搬 有的人在一个胡同里 一住住个几十年 有的人住了好几辈子 有这个特点 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有时间去北京 胡同里边转一转 真的是这样的 你很难想象 就你看到今天的北京城 依然如此 北京城有时候我们在二环 甚至你在长安街的附近 你看外面这个感觉灯火通明 高楼大厦 现代化的大都市 结果你恨不得走个三分钟 拐到一个地方去 这个小胡同里边 鸡脚嘎啦 就让你觉得 一下子回到了上个世纪的 这个二三十年代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北京的这个极其封闭的文化 就是在这个大都市当中的小胡同里 感觉是一百年以前的样子 有的人说甚至在里边住了几辈子了 胡同里边的房屋大都很旧了 地根房子就不太好 旧房里断砖墙 下雨天使 外边下大雨 里边下小雨 是吧 这个胡同其实都已经不太能住人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忍不住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搬呢 为什么不走呢 是吧 一下大雨总可以听到防塌的声音 这一定是胡同里的房子 这个一层秋雨一层凉 是吧 每次下一场大雨就要倒两座房 但是说这里边胡同舍不得挪窝 破家之万贯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是一种前面讲到的叫安土重迁 老实本分 你看是不是仍然是这种感觉 做人做事方方正正规规矩矩 不会办来办去跳来跳去 仍然是这个感觉 而且练旧 重感情 这个就是胡同文化 就是别看旧 我就喜欢这个旧的东西 不舍得 我就喜欢这个 对吧 重感情 破家之万贯 后边就开始讲四合院了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 四合院是个盒子 这是一个表现四合院什么特点 方正而且封闭 这不就是盒子吗 是不是 为什么不说四合院也是个豆腐 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讲胡同的时候讲过了 胡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 他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 四合院是方方正正而且非常封闭的 北京人理想的住家就是独门独院 这个独门独院强调哪个字 独这个字 这独是什么 独是封闭 不跟别人打交道 也就是说北京人特别讲究 我有我自己的一片天地 对吧 不受打扰 当然北京人是不是完全的社交恐惧症 也不是的 北京人也讲究处街坊 也讲究说街坊邻居 对吧 咱们之间也得有互帮互助 远亲不如近邻 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 婚丧嫁娶 都得随点份子 倒个血倒个脑 这样就不会不合理数了 就是北京人也会讲理数 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 就是除了有这种婚丧嫁娶的特殊场合之外 北京的邻里相亲之间 邻居之间 是不太爱到处走动的 大家就喜欢守着自己家这点地方 过自己的小日子 除了说有一些特殊的 大家有共同爱好的情况 对吧 有的街坊是骑油 那就有时候杀一盘 就下盘骑 有的是酒油到这个大酒缸里头的 这个酒铺子上去喝两个 有时候整一个 我们叫整一个就是喝一杯 这个整两个喝两个 一个就是一杯嘛 二两小酒 那去这个酒铺子这里边叫大酒缸上喝两个 为什么叫大酒缸 是因为那个时候 它里边有解释 山西人开的这个酒店 不给提供桌子 就直接拿酒缸上放一块现成的圆形的板子 当酒桌室 就要你在酒缸上喝酒 对吧 拿酒缸当酒桌 一种非常粗犷的 非常这个生活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要么是鸟友啊 不约儿童的两个人贴了鸟笼到处晃 对吧 惠鸟去 有的时候把鸟笼挂在一起啊 又可以让鸟相互叫 又可以这个一起比赛 所以这是这个玩的 也就是说北京人除了玩 你看下棋的棋友 喝酒的酒友 赛鸟的鸟友 除了玩 有时候会经常插合到一起 其他时候 个人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 网上爽 这个意思就是 北京人有自己的生活 对吧 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不太爱出去跟别人打交道 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懂礼数 该有的礼数 婚丧嫁娶 该随分子的 我们肯定要随分子 但除了这个事之外 你也别来找我 我也别来找你 属于这样的 好 看后面 北京的葡萄在衰败没落 除了少数的宅门还在那里挺着 绝大部分的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了 有的地基住处甚至已经下沉了 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 有一些四合院外边还保存着已经失了原型的拴马庄上马石 记录着失去的荣华 什么意思 拴马庄上马石 证明这个四合院 这里曾经住过 这个达官贵人 对不对 上马的时候 要有一个专门的上马石 拴马要有专门的拴马庄 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 如华富贵也不在了 但是呢 上马石 拴马庄还留在这个四合院的外边 有一些是打不上水来的景点 就是有的原来是景 现在已经没水了 有的是磨研了棱角的石头棋盘 对吧 石头的棋盘 棱角的石头盘都给磨研了 说明什么 说明历史非常的久了 工人平调 西风残照 摔草离皮 满目荒凉 毫无生气 所以这里边讲到的北京的胡同的感觉是一种什么 衰败 对吗 是不是现在已经衰败了的感觉 北京的胡同如今已经衰败了 好 所以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想一想 北京的胡同的文化 这个汪曾祺在写的时候表现出来了他的哪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非常的方正 第二个特点呢 是生活化气息 生活气息非常的浓 对不对 第三个是 北京的胡同是非常安静 非常自得的 但是同时呢 北京的胡同的感觉又是封闭的 最后他告诉你 整个的胡同 现在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 大都市当中 呈现出一种衰败没落的气息和感觉 好 最后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 不禁使人产生怀旧的情绪 甚至有些伤感 为什么会伤感怀旧 因为这里曾经有过太多的悠久的历史留下来 曾经有过的繁荣繁华 但是如今它已经衰败了 所以这个使我们感到伤感怀旧 他说 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时代总要往前走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 胡同和胡同文化 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就是现在北京的胡同还存在着 但是逐渐逐渐的会越来越少 一定会是这样的 就今天你去北京看 有一些胡同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一些胡同已经在改造了 还有一些胡同已经没有人住了 就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人 对吧 大家谁愿意住在这个小破胡同里 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的 哪怕他家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胡同里边的小院 他不愿意住 所以慢慢慢慢的全部都被改了 这也是商品经济 给我们中国的原始的 这个生活样态带来的冲击 那接着呢 汪东齐就讲说 也许就像是西安的蛤蟆岭 还有南京的乌一项 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 使人畅往低怀 那这里边的蛤蟆岭也好 是这个乌一项也好 这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跟历史上文化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西安的蛤蟆岭 有人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蛤蟆岭其实以前不叫蛤蟆岭 叫下马岭 但是说在这个陕西话里边 这个下马曾经读起来跟这个蛤蟆是一样的 所以就叫成了蛤蟆岭 为什么叫下马岭呢 说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西汉的大儒董仲书 他的坟墓 他的岭岭岭所在 我们知道董仲书提出过 这个霸处百家独尊如术 对吧 后来董仲书死了之后 说汉武帝途经董仲书的这个岭岭的时候 为了表示对董仲书的尊敬 下马步行 后来就有很多的大臣跟着下马步行 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下马岭 再往后就慢慢慢慢的变成了蛤蟆岭 那现在我们去到西安 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还可以听到它的名字叫蛤蟆岭 但是它只留下了一个名目 它还有这里面的文化吗 已经没有了 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 这个地方也没蛤蟆 为什么要叫蛤蟆岭呢 对吧 就只留下这么一个名字了 再比如说南京的乌一像 当然乌一像 为什么叫乌一像 有很多说法 有的说法说 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 东吴的驻扎部队的地方 而这个士兵穿的是乌衣 所以叫乌一像 还有一个说法 说是王谢子弟 就我们知道 刘宇熙有一首诗 叫乌一像 对不对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一像口西洋峡 就是王谢唐前夜 飞入寻常百姓家 有一个说法说是 东晋的时候 王家谢家这两大家族的子弟 都住在乌一像里边 为什么叫乌一像 有一个说法说 因为他们都身穿乌衣 所以这里叫乌一像 但其实这个说法不靠谱 为什么不靠谱呢 因为是先有了乌一像 才有了他们住进去 而且中国古代人穿乌衣 穿黑色衣服 穿青衣 都是比较低贱的人 穿的衣服的颜色 这个真正的高官贵族 穿的是红色和紫色 所以我们才叫大红大紫 对吧 那这个乌衣 其实是比较低贱人穿的衣服 所以乌衣像 为什么叫乌衣像呢 有一个最靠谱的说法 是乌衣其实代表的是燕子 我们今天有一个歌曲 叫小燕子穿花衣 其实把我们大家都哄了 你仔细想一下 小燕子穿的是花衣吗 小燕子穿的是黑衣 所以在中国古代 乌衣又代表燕子 所以这个地方燕子很多 经常有很多燕子在这里 所以叫乌衣像 这就是为什么 刘雨昕那首诗 一上来叫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像口夕阳霞 接着突然间来了一句 就是王谢唐前燕 因为这个乌衣像 就是燕子像的意思 所以他后面才会顺带着联想到 以前的燕子都是在王谢家的 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但是你看 今天我们去南京 还能找到乌衣像 但是这些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 你已经全部都不知道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最可怕的事情 是文化在逐渐的被商品经济的大潮所吞噬 所以其实我们读这篇文章 北京的胡同 也许你是北京的同学 也许你不是北京的同学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我们留下来的每一处古代的建筑 每一处古迹名胜 其实背后都有这个文化的东西 这是拿钱买不来的东西 但是如今这些东西在逐渐逐渐的消失 那承载着古代的传统的文化 让它不会消失的这个任务 其实就肩负在每一个同学的身上 就肩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作者汪宗奇说 他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 他会觉得说 这个很多东西就这么消失了 很多文化的东西就这么不见了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啊 要承担起这个保护文化 传承文化的使命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到最后 真正最了不起的东西 是文化的东西 但是这个文化东西倒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住在胡同里 只是说什么呢 只是说有一些跟文化有关的东西 我们不要把它丢掉 比如说我们怎么也得知道 蛤蟆岭为什么叫蛤蟆岭 知道乌一象为什么叫乌一象 对吧 你所在的那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景点 它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的古迹它是怎么来的 很多的文化 我们今天要依然把它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民族历史悠久的表现 这个是拿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东西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最后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今天连续这几次所阅读的主题 叫建筑风情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要去研究每个建筑物 它长什么样子 也不是去研究到底要怎么去写这个建筑物 而是说什么呢 而是我们在看到每一个建筑的时候 要产生心灵的变化 要有自己的情感感受 同时要努力的去认识它们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人 好了 那么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也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